上班时间商办百货公司商圈 汽汽车冲冲冲 但是路小条又是五叉路口 最近全台首创画设标信圆环 但偏偏有人不按照圆环方向行驶 左转逆向 茄业西瓜 差点跟汽车对撞 就是直接逆向转过去 因为它没有交通号制也没有刚好 如果不是当地人的话 第一次走的话比较没有经验 这处五叉路口就在高雄三多商圈 百货公司后面 文恒三路 广西路 南天街道的五叉路口 最近划设小圆环 从文恒三路左转广西路 要按照圆环逆时针方向走才是对的 从圆环下方逆向 茄业西瓜就是不OK 从广西路左转文恒三路 也是同样道理 小型五叉路是高雄独创的小圆环 来巷子就是比较模糊的地方 有的时候会矫枉过正 老百姓也是要照做 民众质疑路口不大话 小圆环有点扰民 目前小圆环还在劝导期不会开阀 但未来不排除考虑新增科技执法 但还是有长辈不服气 我不是用这样子的 你怕怎么可能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派一交在现场做导影 走了几十年的五叉路 突然化了小圆环 居民上班族要花时间习惯 只是长辈们就要花点耐心时间沟通 避免民怨大爆发 记者洪夫人王书宏 高雄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一枚男子头包着衣服 在医院的自动脚飞机旁鬼鬼祟祟 男子用力撬开蹲笑捞钱 两三分钟得手现金两万五千九 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 又是同一名男子 在医院的机车停车场闲晃 锁定一辆机车偷走手机架 而机车车主是医院的护理师 气到报案 被撬开偷钱的自动脚飞机 毁损无法使用 医院贴出暂停使用告示 而警方调查这一名国姓男子 2月19号陪并住院 深夜偷取脚飞机 25号自己生病住院 偷手机架 被警方逮捕时 在病房做笔录 让警方傻眼 窃贼住院也要偷 此次因病住院又下手行窃 一周内遭本分局查后两次 两起窃案都在同一个医院发生 让院方真的无奈 更透露这名男子 经常激欠看医费用 柜台人员对男子很有印象 看到男子偷窃身影 当场就认出 偷窃的人员 因为是在本院经常屡市的欠缴费用 所以对于缴费人员来讲 他们对他有一点印象 男子把医院当成偷窃场所 陪病也偷 自己急诊 住院也偷 生病还不忘偷窃 走警方寒送法办 既有来关张 台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监视清画面中休旅车 从左上角出现高速 重撞直接撞进炸机摊 整个摊外都被撞歪弹跳起来 就这么刚好 一旁的老板娘惊醒往内逃 差点就被撞上 再往前几秒 肇事休旅车策立起来 快垂直撞完炸机摊 暂刷一排连撞整排机车 酒辆机车瞬间被撞成碎片 摊位遭撞 第二摊 接下来机车全部遭撞 赵氏驾驶下午一点多 经过凤山大迷路 说因为车子抱胎 才向右边撞一整排 一路失处撞撞 吱吱叫 吱吱叫 车才没撞 他一直一直 一跌来啊 还好我的客人跑掉了 要不然我的客人就受灾了 就听到蹦一声 然后就跑过去了 警察都说我命很大 因为我就刚好转身 二十五岁的赵氏驾驶 是中古车行老板 赵氏车挂的也是适用车牌 外出买午餐 却突然抱胎 量传大祸 突然破掉 然后我们突然打滑 撞到四间的摊伤 以及附近停放 九辆重机车 新北市也发生离谱爆冲 白色轿车突然爆冲 朝着对象两部车撞上去 直接在马路中间乌龟翻 但照是驾驶却下车 跑过对象马路 居然当场照逃 结婚事后在车上发现毒品 惊险的还有高雄人物 休旅车开得好好的 右边机车突然打方向灯 瞬间压车轨切 连切两个车道 立刻遭到猛力追撞 连人带车滑垒 撞上水泥围栏 骑士整个人弹跳起来 躺在安全岛上 网友一面倒直 一骑士 哪来的勇气 不看后面直接切 是移动神组牌 没看到进行机车马 休旅车爆胎刷一排 惊险撞飞炸鸡摊 或失控冲撞 撞到乌龟翻 违规骑士鬼切被撞飞 惊险车祸 触目惊心 记得红夫人林志会高雄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